第187集 老师啊 方平咽了咽口水 干巴巴道 我 淬炼骨髓并无特殊方法 前人骨髓淬炼 是基于全身骨骼淬炼完成达到九成 包括颅骨 此刻气血自然而然 深入骨髓开始淬炼融合 这是一次蜕变 骨髓一日间淬炼完成 骨髓如骨 气血如潮 金鸡玉骨大成 成就今生 堪称神仙中人 到那时候 人体再无破绽 由内而外 超脱于人类 所以 这种人 气血恢复不再是难题 骨骼肌肉都在呼吸抽离能量 气血之力随时保持在巅峰 方平脸色发骨 说这些没用啊 关键是我怎么能做到这点 吕丰柔忽然道 你知道南疆王金阳被称为半个宗师吗 啊 或者说准宗师 这 阳城 也许有属于阳城的秘密 去问他 看他会不会告诉你 因为他的骨髓 就是玉髓 方平心中一震 老师 您是说 别问我 我不知道 或许 你也是呢 吕丰柔淡淡道 不管是不是 此刻你就是玉髓天成 方平 对于这种检测 很简单 玉髓 重于骨髓良多 称重 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不会有人挑断你的骨头 挖出你的骨髓来验证 脆骨有成者 体重重于常人 如果你此刻 重二百斤 那骨髓如拱者 也许就是二百五十斤 或者更重 好了 我先挂了 别以为全天下 都是白痴 丢下这话 吕丰柔挂断了电话 方平头上早已大汗淋漓 之前唐峰开口 他就感觉到了不妙 果不其然 这次表现得太过 加上连丹药都没可 瞬间引起了注意 吕丰柔知道这事 十有八九是唐峰告诉他的 而吕丰柔也没有深究的意思 就告诉方平 解决这事的方案 就一个 方平是骨髓大成者 这种舞者 有些特异之处 完全可以理解 能在下三品做到骨髓如拱 继续恢复快一点 有什么不行的 可方平却是欲哭无泪 系统坑跌得很 没开通骨骼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催炼呢 现在让他骨髓如拱 他怎么可能做到 吕丰柔另一句话 也说得很明白 小命能保住 他是魔武的学生 还是天才 要他命不至于 可以后抽血抽骨髓 时不时去实验室 担当小白鼠 这是必须的 一天没研究出 其中的奥妙 方平一天就别想太过自由 想到这儿 方平瞬间想到了 吕凤柔的话 镇宗师 王金阳居然还有这样的名头 方平完全没料到 而且听吕凤柔的意思 王金阳骨髓居然淬裂了 这也是方平完全没想到的事 想到这儿 方平又想到现在自己就在南疆 马上开始拨打王金阳的电话 王哥 你在基地 啊 刚完成任务 王哥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 说 我 那个 我好像 脆骨脆链到骨髓了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听我老师说 你好像 你脆链到骨髓了 王金阳是一万个惊讶 半赏才到 抽空来南五一趟 我这几天都在 好 我马上就过去 方平哪还废话 不趁早解决这个问题 他麻烦大了 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前期资源的缺口 都有办法解释了 其实这个问题 早就有征兆体现 可前期方平资源缺口太大 他不可能把那么多丹药 留在身边不动有 不卖出 真要如此 他现在 也没有这么多的财富值 依靠那些丹药修炼 方平现在进入二品 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迈入三品中断 之前倒是忽悠过 傅昌顶他们一次 说自己背后站着宗师 傅昌顶有些当真了 可有没有宗师强者支持自己 傅昌顶不知道 那些宗师们 难道还不清楚啊 宗师 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冒出来 如今不是古代 信息不流通 一位宗师的崛起 绝不会默默无闻 哪怕军部的宗师 在圈子里 也不会是无名之辈 只是外界很少耳闻罢了 宗师们真想查探真实 很快就能查个底朝天 所以拿老爷爷说事 也就糊弄一下外行人 内行人 显然不会相信 回到帐篷 方平收拾了一下行李 看向傅昌顶几人道 我有事外出一趟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回头我补办一下手机卡 你要走 啊 有事 那考核的事 现在不是完成了吗 就是在等算分值而已 何患老师他们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没事的 我先走了 记得有事联系我 说吧 方平提着背包 匆匆往外走去 傅昌顶几人面面相去 显然不清楚方平 这么匆忙要去干什么 三个多小时后 江城 此刻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多 天色漆黑 江城没有魔都那么繁华 十点多钟 外面的行人已经少了起来 南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方平迈不进入 隔着一段距离 就朝王金阳挥了挥手 王金阳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微微点头 等方平到了地方 王金阳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微微醋眉 淡淡的 没看出来 王哥 我刚刚收到了消息 你在围剿的时候 斩出了上万的气血 那个 哪怕是我 也做不到 通理 哪怕你骨髓真的淬炼到了 也做不到 除非你全身骨髓大成 方平善善道 可能是吧 也许我真的全身骨髓都大成了 我自己也不了解这个 老王笑了一声 淡淡道 无所谓 武者有点秘密正常 桃根问底 没意义 你想咨询什么 就是 就是骨髓怎么修炼 没办法 没有特殊的办法 你找到我 大概是有人说了我的事 王金阳平静道 我这在现代叫天赋异禀 在过去就是一种病 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骨髓出了问题 等到脆骨以后 我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导师还在 觉得我身体有意 找到了校长那边 校长查看了一阵 最后才猜测 我是骨髓郁之话 当然啊 我没去检查 没意义 大家都这么想 就当是这样吧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异 我说不清楚 可能就是和我自己说的这样 一种病变 没有修炼方法 方平面露苦涩 王金阳忽然道 未必没有 我骨髓也许病变得不彻底 以前在我的感觉中 我骨髓是液胎的 现在却是有朝 骨胎转变的趋势 你猜怎么产生的 怎么产生的 方平连忙追问道 骨髓在骨骼内部深处 平时气血无法渗透催炼 气血催炼 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的催炼 我进入中品境以后 时常尝试用能源室修炼 我发现当能源室释放的能量 达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 甚至能量出现液化的时候 那时候 气血之力是可以深入骨髓 进行催炼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未必一定就要能源矿 在魔舞 有气血池 你也可以尝试着开启最大化的 气血之力释放 看看能否深入淬炼骨髓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当然啊 目前的下三品和中三品舞者 还没人能做到这一点 哪怕六品巅峰舞者 因为颅骨不通 一旦气血之力过浓 气血之力首选是颅骨催炼 而不是深入骨髓催炼 这其中也许需要一个牵引 比如精神力的牵引 我对这方面其实也了解的不多 但是这也是唯一我知道的方案 方平脸色愈加地发苦了 靠谱嘛 老王居然奢侈到用能源石修炼了 这玩意儿是管制资源 黑石架最少都在一百万亿克 论克卖的 老王居然建议自己 在能源石释放能量成液化石尝试 这得需要多大的代价才行 魔武的能源石能做到这点吗 唉 系统靠谱点 我也用不着如此了 方平有些无奈 接着忽然眼神微动 自己的系统在百万财富值 千万财富值 分别都进行过升级 一旦达到一亿财富值 是否会再次升级 而升级后 会不会可以直接将骨骼淬炼到百分之百 这种可能性还是极大的 也就是说 自己现在有两条路可走 不 只有一条路 挣钱 无论是去能源石尝试 还是财富值上升到一亿 都需要钱 大量的钱 有钱 他才能做到两者都去尝试一下 没钱 任何方法都没法施展 现在他财富值只有一千两百万 也就是说 他最少还得赚八千八百万才行 前提是自己不动用财富值 哎 钱呢 到哪弄这么多钱 对了 融资 方平此刻唯一想到的大笔赚钱的方法 唯有远方融资 只要融资后 他持有的股份价值超过一亿三千万 他的财富值就能破亿 也有资本去能源市 开启能量液态化修炼 老王这边 只是给了一个猜测般的答案 但是方平也很满意了 起码 现在不至于问道于忙 一点不知道该如何办 老王给的也是一个路子 王金阳见方平陷入了沉思 也不打扰 喝了一会儿咖啡 王金阳这才到 你进步的的确很快 斩杀了三品巅峰的武者 哪怕只是巅峰器的弱者 在华国 如今武者百万以上 下三品大概就有百万左右 中三品 恐怕也就下三品的十分之一 十来万人 这些人分布在华国大地 分布在各个地窟 沉品瘫到一省一市 三品巅峰的武者都极少 你能斩杀一位三品巅峰武者 也就意味着 你现在也不再是武道界的底层 无名之辈 此刻的你 自己注意点 有些事在没找到应对方案之前 能避则避 人心难测 哪怕大家有共敌 可不意味着大家都是一条心 哪怕对待地窟 也有不同的硬敌政策 有人主张强势进攻 平定几个地窟 有人主张拖延时间 让下一辈继续成长 更加稳妥 也有人主张 能否进行沟通 谈个和平出来 总之乱七八糟的政策 都有人支持 我说的这些 你应该清楚我的意思 一个三品中断武者战法一般 斩杀了三品巅峰武者 你要明白 三品中断和巅峰的差距有多大 哪怕是三品巅峰斩杀了四品武者 都未必有这个更让人惊异 三品中断和三品巅峰 不是一个概念 明白吗 下次的三品榜单更新 你很有可能 以三品中断的身份进榜 这不是好事 木秀与林峰比摧之 所以有些问题 你需要尽快解决 你的导师也许会为你争取一定的时间 可大意之下 你导师也不可能一致帮你硬扛 除非你是他儿子 或者成为他女婿 可惜你的导师的女儿已经过世了 当然啊 你也可以考虑娶了你的导师 方屏幕瞪口呆 卧槽 何等的卧槽 这话你都说得出口 我疯了 还是想现在就去死 蛇王还活着呢 何况 吕凤柔都多大了 五十多了 老王 你是不是嫉妒我太优秀 想让我去送死 这种恶毒至极的建议 他居然说得出口 王金阳慢条思理地喝着咖啡 淡淡的 当然 只是一个设想 不用这么看着我 说不定 你就成功了呢 哼 那啥 王哥可以试试看 我又没危险 干嘛要找不自在啊 王金阳说得理所当然 方屏嘴角抽出个不停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儿 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王金阳没纠结于这个话题 又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至于让你去死 切点肉 割点骨 抽点血 大不了再抽点脑髓 说不定政府 还大力培养你这种天才 怕什么 风凉话 站着说话不要的 还故意刺激自己 方平脸色发白 咬牙道 五骨髓大成 这就是日学 和王跟你一样 切片也是先找你 王金阳无所谓的 我其实也被抽过骨髓 不过发现比宗师的有所不如 也没有太大的研究意义 最终被放弃了 你说不定骨髓质量更好一些 有参考意义呢 方平彻底无语 老王到底在干嘛 用得着老是吓唬我吗 王金阳打去了几句 接着又笑道 也不用过于担忧 这世界不解之谜太多太多 地窟都没研究透彻 哪有那么闲的功夫研究你啊 当然了啊 你就在眼皮子底下 有机会的话 研究研究也有价值 如何 要不和我说说 你气血为何恢复得这么快 方平无力道 玉骨天成 骨髓如狗 精神力堪比宗师 真的 方平想了想 忽然宁神瞪着王金阳 半晌后 方平脸色胀得通红 老王有一根头发 好像微微动了动 这种微弱到几乎不可见的动作 却让王金阳脸色一变 精神力 王金阳忽然作证 脸色微变道 你没逗我 他真以为方平在逗他 他也不准备细问 可没想到 方平居然真的掌握了精神力的运用 不 方平根本不会运用 他只是在集中全力 撩动自己的精神力 方平喘着粗气道 这下信了吧 这 这怎么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什么人都有 可是 这 老王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半晌才吐气道 现在是真的有意思了 你说的话 我信一半 一半保留 不过你这情况 倒是可以应对一下了 一个三品舞者 居然能感知到自己的精神力 甚至能微弱地波动 这太让人惊奇了 方平真要骨髓如拱 那如果说王金阳是准宗师 方平比他还准 来啊 die 那这个 未经许 没关系 太阳